我是今天的主播萱萱 第一则新闻我们即将要翻拍爱丽丝墨游仙境的电影 这让许多影迷们都相当期待 现在就让身为头号粉丝的萱萱 来跟大家介绍她的敌人之处吧 爱丽丝墨游仙境的作者是卡洛 出生于英国赤湘君的卡洛 在牛津大学教书的时候 和院长李德尔的小女儿特别投缘 总是玩在一起 在一个夏日午后 爱丽丝要求卡洛讲故事 于是卡洛就由爱丽丝当作女将 编了一个故事 而这个故事后来就成为了爱丽丝梦游仙境 接下来由我萱萱来简单介绍这本书 而这本书啊成功的部分就是幻想 幻想两字是这本书是大人和小孩习惯的主因 而对打拼的成人来说 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幻想两字 相反的小朋友的世界是天马行空的 连他们做的梦都很奇怪 而此书幻想部分有很多原因 作者是希望爱丽丝长到后 难养有现在的赤子之心 不受现实和影响化再不及 这本书的剧情是爱丽丝碰上了一只奇怪的兔子 也见证地跳进了一个兔子洞 来到一个诡异黑暗的世界 她遇上数多奇奇怪怪的生物 却入坏心红皇后与善良白皇后两姐妹的天下的战争 在疯狂暴客小唱图光兔的帮助下 爱丽丝该怎么拯救大家呢 这本书的主角十分鲜明又有趣 这本书的反派角色是红星皇后 红星皇后喜欢打纯球 黑桃扑克则是她的园丁 黑桃扑克为了怕红星皇后生起 就把红玫瑰涂成了 把玫瑰 没想到真的被红星皇后发现了 黑桃扑克就把游戏土丢到爱丽丝的增上 红星皇后就大喊砍了她的头 还有微笑猫 微笑猫是个很可爱的角色 会变不见 会帮人家拿东西 好使用啊 我也想要养一只微笑猫 大家可以去读读这本书加上了幻想和趣味的故事 相信不相信在爱丽丝梦游先进的这本书里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哟 以上这些都是萱萱新闻台 添加萱乐情的播报 谢谢 时间3分01秒不扣分 10号请上台 请委呈禁明 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年一度的好书抱抱 我是主播边边 今天要推荐的好书是这本没有阅读年龄三的限制 不论男女老少都适合阅读的我有梦 故事里的主角就是大名鼎鼎的真古德博士 我的偶像真古德博士是一位英国生物学家 动物行为学家 人类学家 也是著名的动物保育人士 由于她的杰出贡献 在1995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纪封她为皇家女爵士 在2002年 跟货班联合国和平学者 这么有成就的专家学者 她的童年究竟是怎么度过的呢 竟是如此可爱 有梦想 我们现在就来越洋电话给真古德博士 主币丽接电话 大家好 我是真古德 非常高兴他和我也认识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我的好朋友猪笔丽 我不管走到哪儿都带着他哦 猪笔丽坐好啊 小时候啊 我最喜欢到户外观察动物与植物 那个小鸟竹潮 最终结枉都深深吸我的猪笔 有一次啊 我和猪笔丽还偷偷流进鄰居那里的鸟设施 躲在稻草堆后面 一动也不动 我睁大眼睛 想看看母鸡到底是怎么下蛋的 我也喜欢爬树 摸小树 把海鸟夹靠在树干上 坐在树上读着故事书 我想自己和非洲的动物们生活在一起 直到我26岁那年 我终于学现梦想 您再见 我和猪笔丽要先去吃我们的都市早餐了 谢谢教授 各位观众 你有梦想吧 别小看你自己 我有梦 真复得的童年故事就告诉我们 别因为是童年幻想 就贴上荒大故事的标签 只要努力 持之以恒 无论是多困难的梦想 都有可能实现的 努力让你的梦想发光发热吧 好处报报 我们明年见 时间3分28秒不够分 好处 我是今天 有梦想说 你已经有梦想吵架 不过全曲 有梦想吵架 你现在干净 我干净 基尽 我会不像 各位觀眾早安,歡迎大家收看國安愛月新聞台 我是今天的校園小主播高文娟 新聞的一開始,讓我們來關注正在成語界逛起一陣身風的長當好書 不說翠王國 假經之下,你可能會好奇成語那麼有趣,好玩又充滿故事性 為什麼在這個國家裡不能說呢? 原來是因為這個國家以前的一個國王 曾經被大臣建立,使用成語會使人的思考變懶惰 不會用自己的話去表達看法 從此就立法禁止人民使用成語了 為了確實讓人民遵守正法律 在不說翠王國裡,有一種不抓壞人,抓不抓說成語的警察 他們經過非常嚴格的訓練 我學多文,耳朵又靈敏 只要一聽見有人在說成語,馬上就跳出來開罰單 有趣的是,在另一邊的五文諾末王國裡正好相伴 不論男、女、老、少,也不分是神貌職業 每個人新熟年來都可以出口成章 運用成語說禮語,也只是加強便飯而已 當不說翠王國的王子,喜歡像五文諾末王國的公主之後 一場雞飛狗跳,驚天動地的大事即將發生 不說翠王國的岩鮑王子,喜歡像五文諾末王國的碧月修華公主 所以邀請公主來不說翠王國住三個月適應一下 聰明有主見的碧月修華公主不但道出大獎成語 熱情的她,還在雕像噴泉廣場上 和小朋友們一起玩猜成語的遊戲 小朋友,猜猜看這是什麼成語呀 我知道,是一心二用 之後她又拿出這個圖片讓大家猜 聰明的觀眾們,你們猜到了 沒錯,就是鄭仲夏淮 小朋友們又猜又聞,覺得開心極樂 最重要的是,畢月修華公主還教到不說翠王國的人民們 對於不可惜的規定,要有反思的能力 並要努力爭取自己的權益 她的影響令像奇妙的方向氣息 如魔法一般,巧巧漂亮的每一個人 當這個消息傳到了國王的耳朵 英國王爆跳母雷,夜幕全景 她把引發王子送到胡言亂語國 擔任傾向大使,還騙公主說 王子去胡言亂語國是為了要允許他們的公主 好讓公主心碎離開 結果公主和王子的感情非但沒有受到影響 王子回國後,公主還跟她一同發起抗議活動 使國王回心轉意 從善如流的將不能說成語的法律改調 從此不說成語王國變成了不論說成語王國 王子和公主當然是過著幸福又快樂的生活 以上是國文博安愛樂新聞台 校園小主播為您做的報導 想看看這本可以使你成語功力大增 從此出口成章的好書嗎 快來一探究竟吧 時間三分二十九秒 時間四分 好 來 今天的比賽 到這裡結束 來問一下 很緊張的舉手 很緊張齁 手放下 那在紧张完之后 我们要来听听评审老师给你们的一些建议 这很重要哦 来到比赛最重要的 除了体会一下上台的感觉 当然就是要学到东西 仔细听评审老师的讲评 你会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我们来欢迎评审老师 老师站在这边说就好了 大家其实都很棒 而且都把故事讲得很好 介绍得很不错 那其实能够来这边代表搬上来 就已经是很棒了 代表你们很勇敢很有勇气可嘉 那老师呢 这边有几点要提醒大家 第一点是上台一定会紧张 那首先时间的控制 一比要比赛之前 你就知道时间是三到四分钟 对不对 那你上台讲话一定会很紧张 速度一定会变快 除非你可以把它练练练练练到 刚刚好差不多的时间 不然你的时间一定会 可能稍微快了一点 所以你准备的时候 可以比预定的时间再长一点 比如说你在教室的时候 可能练一练差不多是四分钟 那当你来这里紧张的时候 三分多 那就会刚刚好 万一你真的准备的内容 没有办法到三分钟 或者是三分多 那你担心上台的时候会来不及 就是太快了 时间太早结束了 有一个方法 虽然道具不加分 但是你拿道具的时候会不会用到时间 会 对 那就可以拖延加长一点时间 但是我不是叫你慢慢的拿道具哦 是你在拿道具的过程 其实就有拖到一点点时间了 这样就可以帮你加长时间 第二个是音量 讲话的音量 虽然我们在这个密闭的空间 老师坐在这里听 你站在前面 你们讲的话我都可以听到 但是在比赛的会场 你的音量还是要大 好 再来 小主播 还是小主播 播 对 所以你一上台你说 大家好 我是校园小主播 或校园小主播 这个地方就有差异了哦 所以要先做好功课 再来 遇词的断句 比如说动物保育人士 或者是动物保育人士 哪一个 动物保育人士 你觉得你要断句的时候 要断清楚 不说成语亡国 是不说成语亡国 还是不说成语亡国 应该是不说成语亡国 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成语亡国的时候 老师不是针对这个同学 是普遍来说 你们在讲书名的时候 要清楚的介绍 我要讲的这本书是什么 书名是最重要的 你要让人家知道 你介绍的是哪一本书 所以你在讲书名的时候 要讲清楚 这个是最大的重点 你要哪一本书 要让人家听清楚 你在介绍哪一本 再来 老师去年去看人家比赛 全台中式的比赛 它上面写的是 比赛的标准 道具不加分 不列入评分标准 但是你会看到 大家都拿道具 你有个东西拿在手上 就会让你稍微安心一点点 那还有加动作 加动作的时候 你如果常常都只用一只手 这一只手出去 你的身体是不是会歪掉 对不对 而且你会变成 比出去之后 就会偏一边 忘记回来了 所以如果你说一次又一次 这样子 或者是一次又一次 这样是不是两边都有了 这个地方也要注意哦 大概老师就讲这些 那希望大家可以更进步 谢谢大家 首先恭喜各位 已经完成了这一次的比赛 那其实你们小一的时候 我就看过 大家的说故事比赛 我发现其实大家 真的都长大了 也都进步了 那因为其实大部分 很多地方 刚才小康老师都讲过了 那我就再补充 一小小部分就好 你们在想要把时间拉长 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方法 就是当中的关键词语 就是关键词的时候 你可以放慢速度 当中有几个小朋友 他真的有做到 很重要很关键 想要让读者听清楚的地方 你可以放慢速度 就是那个词 但是那个词呢 不要很平淡的放慢速度 好我随便举第一本书好了 好假设你要告诉人家说 这条词的名字叫克里特多吗 好你不能就克里特多 就放慢速度 这样平均的放慢 其实你可以音色再加强 然后还有一个 比如说我长大 长大 又长大 你不能长大 长大 再长大 我虽然放慢速度 但是我的音量是非常的平 你要一次一次的把它加强加深 好再来是一开始文奇老师提到的微笑 我大概看了一下大概只有三个小朋友真的记得要微笑 因为没上海就忘记了 好最后一个是你们的眼神 你们在台上的时候眼睛都喜欢看哪里 会定着一个点还是要全场看 你想好你的方式就好 但是不要到处飘 因为有大概两三个小朋友 很明显他的眼神告诉我 我在想 我到底要讲什么 眼神是飘移的 就是没有定下来 很明显让人家看出来你的心虚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手 好几个小朋友 什么会这样抓 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呢 所以小朋友老师有提醒说 你真的不知道要干嘛 定住道具都是很好用的方式 但是不要抓衣服 因为这样的动作不是很好看 好 那还是再次恭喜你们 今天真的都很棒 谢谢